把泡面放进蒸锅中蒸一蒸 出锅瞬间就是一道传统美食 这种做法很多人没有见过 蒸锅上汽以后 把泡面蒸至20分钟 再洗干净的长豆角 把豆角顶刀切成段 切好的豆角放入盘中备用 大家好,我是鲜艾蒙 再洗干净的鲜香菇 把香菇顶刀切片 切好的香菇和豆角放在一起 新鲜的五花肉一块 把五花肉顶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的五花肉片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八角一粒炸出香味 下入切好的五花肉片 把五花肉片边出猪油边香 下入花椒30粒左右 下入切好的葱姜蒜 把花椒和葱姜蒜炒出香味 烹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 烹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下入少许的老抽 增加肉片红亮的颜色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下入切好的豆角和香菇 下入精盐增加底味 下入胡椒粉增香 盖上锅盖 锅中的汤汁开锅以后 慢慢炖制10分钟 炖制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下入鸡精增加鲜味 泡面蒸制20分钟以后 把泡面放在一个大盆中 倒入烧好的料汁 让泡面充分吸收汤汁 泡面经过20分钟的蒸制 能快速的吸收掉盆中的汤汁 而且泡面的口感非常的抠弹 泡面的整个吸汁时间在3分钟左右 把泡面再次倒入蒸锅里 蒸锅完全上汽以后 蒸制10分钟 蒸制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一道非常美味的河南蒸面就做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